胡大海是明朝开国功臣,在民间传说中,他和程咬金,一样都是一员福将,福大命大,武裕不咋地,但比较幽默,喜欢插科打混,属于比较搞笑的人。 事实上,胡大海为人严肃,但是命运却比较惨。胡大海,自通俘,身材高大,面孔黑,十分聪明。朱元璋刚刚起兵,胡大海就到楚州投奔朱元璋。朱元璋见其武艺高强,智谋过人,就任命为前锋。 自此开始了辉煌而壮烈的一生,胡大海跟随朱元璋渡江后,很快就脱颖而出,因公被授与右翼统军元帅,成为中高层领导,后从大军破民国,协助院判邓玉束手,占领徽州,攻克建德,攻占兰西,从许物州,中间还多次打败援军。 降服苗兵三万人,可以说战功赫赫。 当然,胡大海的官职,也因此步步高升。 先是晋升为淑密院判官,后又晋升为淑密院士。 胡大海十分讲信义。 哪怕是对敌人也是言出必行。 胡大海阵守朱拳时,张世成的将领吕珍,围攻朱拳。 在城外筑起堤坝,准备宴水灌城。 胡大海提兵改制。 蒙攻堤坝,吕珍不敌。 胡大海拿下堤坝,用来水坝蓄的水。 反观吕珍大赢。 吕珍见势不好。 骑马来到镇前。 折断现实。 发誓退兵。 胡大海答应了。 他的部下郎中王凯说。 吕珍狡猾不可信。 还不如沉积攻打他。 胡大海却说。 已经领诺而又违背。 这是不守信用。 已经放规而又攻打。 这是不讲武德。 言出而备之。 不信。 成齐去而积之。 不武,于是下令撤军。 大海善于用兵。 但从不惊扰百姓。 他常常说。 我是武人。 不知书本知事。 仅仅懂得三件事而已。 不杀人。 不略夺妇女。 不焚烧房屋。 胡大海还十分爱惜人才。 喜爱文人。 所到之处都到处访求人才。 明朝著名文臣刘基、宋连、叶琛、张义等人。 实际上都是胡大海推荐的。 刘基就是刘伯温。 宋连更是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。 当然。 胡大海也因爱惜人才。 而丢了性命。 致政22年2月7日。 胡大海招将的苗将蒋英。 刘震。 礼服叛变。 邀请胡大海去八永楼阅兵。 见了面。 蒋英派其党羽跪在马前。 假装诉说蒋英的罪过。 胡大海还没来得及回答。 回过头来看蒋英。 蒋英却从袖子里抽出棍棒。 猛击胡大海脑部。 胡大海当场倒地身亡。 胡大海的次子胡关柱。 郎中王凯都同时遇害身亡。 蒋英等人然后在城中大肆掠夺后。 投奔了张世成。 胡大海死讯传来。 朱元璋悲痛万分。 四年后。 李文中攻打杭州抓住了蒋英。 朱元璋下令刺起血以继大海。 并作文以继之。 明朝建立后。 胡大海被追封为越国公。 嗜好武装。 相像列入功臣庙。 佩想太庙。 然而。 胡大海的身后事却十分凄凉。 两个儿子均已死亡。 后来老婆也被朱元璋扔到了河里。 胡大海有两位儿子。 长子为胡三舍。 也是一员猛将。 然而在治政十八年。 在乌州一酿酒。 违背军令。 被朱元璋处死。 当时。 胡大海正在争讨月的。 都是王凯请求不要杀他。 以此来安定大海的心。 避免激起胡大海兵变。 朱元璋说。 宁可让胡大海造反。 也不能让我的军令无法推行。 最后。 朱元璋亲手杀了胡大海的长子。 等到赤子赤胡关柱再被杀后。 胡大海就绝后了。 没有后代了。 绝位也无人继承。 朱元璋最厌恶尼姑之类的人物。 在官员家走动。 据野史国初世纪胡大海的老婆和华高的老婆。 因敬奉尼姑。 被朱元璋得知。 朱元璋当场勃然大怒。 随即下令。 江华、胡二人之妻连同尼姑。 一起扔到了道河里。 国初世纪。 太祖常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又隐。 华高、胡大海兮敬奉两僧。 行今天教法。 太祖怒。 江二家父及僧头于和。 出世未结身先死。 常使英雄泪满金。 悲灾胡大海。